欢迎来到小狼讲史 我是小狼 1835年 四川几位农民历史13年 终于凿成深海井 深海井卢井的井口直径为11厘米 井深1001.4米 是一口以产出天然气为主 兼产黑卢的生产井 而直到深海井凿成8年后 即1846年 俄国人谢苗诺夫才钻出三口约60米深的浅油井 自供深海井作为世界上帝一口超千米的深井 是中国古代钻井工艺成熟的标志 综合体现了中国古代钻井技术水准 第五大发明 深海井冲击士顿钻藻井技术 康前盛世 由政府主导调动铸箱 呃民 干等省向四川大规模移民 外省移民的到来 使得江南一带先进的耕作技术和两种作物得以引进 这一时期 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鼓励农业生产 推广两种 粮法同时发展水利灌溉 富荣一带缺粮的问题得到解决 人民安居乐业 这为后来盐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物质生活条件 前加之际 四川自供盐业生产进入了手工工厂阶段 规模上 每口盐井日产卤水从乾隆23年的十二三丹增加到了前加时期的 二三十丹到七八十丹 一景一场 旧景社造乙居多数 随住作坊规模的扩大 造房和车房已经严格分开 烧盐工 丹水工 吉卤工 运卤工都已经成为了生产食盐的局部工人 工人们则各有所长 各司其职 一个岗位 一干就是一辈子 在精细分工之下 工人们每天平均出盐从小作坊的二十斤迅速提高到了三十至四十斤 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然而 在这些分工中又略有最重、次重、莫重等分别 巴蜀制盐四大部门 盐井开凿部门 卤水采集部门 天然气降压和采集部门 井烟熬制技术 在这些技术中 最具重要意义的是钻井技术的发展 最初 巴蜀盐井是用挖水井的方式开凿的 由打井的工人手持铲 凿、锄等简单工具 直接挖泥土 碎破盐石 通过接力的方式 将土石送到地面 一直到挖出乳水为主 这种盐井特点鲜明 因为是人力挖掘 故而井口比较大 至少要容纳一个人下井挖掘 如果盐井比较深 那为了防止井壁坍塌 淡水或流沙的渗透 需得多人同时开工挖凿 井口就更要大 一部分工人快速挖凿 另一小部分人则在挖凿的过程中 必须不断用石料 木料加固井壁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四川人寿依旧挖凿处了 约248米左右的林井 这样挖凿出来的盐井 井口大 井深较浅 因而被后世称之为大口浅井 久而久之 大口浅井因工作量大 逐渐难以适应盐生产的发展 因人力挖凿 故而虚凿的井越深 井口的直径9越大 若是一口挖掘80丈的井 井口的直径应达30丈 这样的开凿方式 会导致挖掘的土石方量极大 然而 促使蜀的人民改革 创新钻井技术的最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大口浅井之前 人力挖掃的盐井 最深难以超过250米 但是高浓度的卤水 一般埋藏在 深度700米以上的地层 随住长期开采 蜀的的浅层 制盐卤水资源逐渐减少 盐产量逐年下降 直至北宋 巴蜀地区开凿出了卓通井 这宣示着中国创造了 世界上最早的 绳式冲击式钻井方法 所谓绳式冲击钻井 即利用圆刃开凿 紧必使用打通竹节后的 男竹加固 较之以往 形成了安全性 更高的直立伸井 同时 挤卤的技术也发生了 巨大变化 大口前井 主要依靠统击路 而卓通井则是利用 底部有洞的竹筒 底部的洞口特用熟皮做法 当竹筒放入井中 由卤水的冲击力 冲开皮阀门 而当竹筒提起时 卤水的重力则 自动关闭阀门 将卤水护送出井 可以说 卓通井为明清 两代钻井工艺 不断挑战千米深井 奠定了一整套完备的 开钻和钻井体系 在巴蜀之地 有这么一群农民 他们祖祖辈辈从事钻井 和开采工作 无数个严井业的世界第一 世界上第一口严井 世界上第一口深井 第一只钻头 第一次冲击士顿凿法 第一根套管 这背后 都有勤劳的巴蜀人民的 智慧结晶 在长期的采盐实践中 当地人发现 在较深的盐层中 埋藏住一种颜色偏黑的卤水 当地人称之为黑鲁 黑鲁的含盐量远大于黄鲁 但因为藏盐较深 故而难以获得 乾隆 嘉庆年间 四川自贡盐厂的盐井深度 已达到500至800米 不断涌出的黑色卤水 进一步刺激住 自贡盐厂的盐商和地主 他们向着更深的深度凿进 道光初年 自贡盐业生产仍在不断发展 一些地主也纷纷将土地 作为资本投入盐业生产 深海井正是由王姓地主 将土地租电给陕邦开凿的 随后自贡大安寨几位世代从事严谨 开凿工业的农民聚集到了一起 选择以坐落在自贡大安寨的深海井为基点 不断纵深 从道光三年开始摸索 工人们多人一组 站在碾架上 足踏住对板 跳起对头 将连接住的措头提起 然后跳开 措头便随柱落下的对头 冲击顿钻 一踏一跳之下 措头一起一落 反复朝住神秘的井底发力 直至道光十五年 深海井终于喷涌出了黑色卤水 巨大的天车下方就是古老的岩井 四个角的天车 四周拉上十二根封面固定井架 顶上架设天滚 地上同样有地滚 天滚和地滚充当注定滑轮的作用 起助改变绳面运动方向的作用 呵 一声吆喝 八到十二个严工师傅 就使力推动大车提劳卤水 有时也会使用四头牛代替人力牵引 劳动人民的智慧总是令人惊叹 一根十一米长的男竹筒连接住转运大车 然后被进入井中 神奇的是 竹筒底端有单向阀 这样的设置让卤水可以自动流入竹筒 之后是用铁制的钩子筒开阀门 然后卤水进入的黄筒 接住通过管道最终流入沿作坊 一般而言 一提黑鲁足足可以生产15公斤盐 令自贡人民惊喜的是 除了每日自喷量达14立方米的黑鲁水 深海井甚至能够每日能够产出4800到8000立方米的天然气 它能使80余口盐锅获得充沛的热能 大约可烧至14吨盐 因而 其名深海也颇具象征寓意 深集火在木上烧 有生意兴旺的意思 三个火 既象征助盐业生意红红火火 又寓意助天然气的源源不断 海则寓意盐井如同大海一样储量丰厚 财源滚滚 远远看去 深海井的天车顶上设有天滚 下方设有的滚 分别起定滑轮作用 天车下则接长竹面 末端连系统 专门用以从深井中提取盐水 深海井单井带来的丰厚经济利益令说 最重要的是其向盐厂的经营者们提供了一个指向 深海井既能产出黑路 那就证明 这一片都是传闻中的三叠级嘉林江祖石灰盐层 自贡的盐商 除了本地世代经营盐业的土著 不乏见盐业兴旺 想要分一杯羹的帮会 这些帮会走南闯北 早就耳闻 在自贡一带有一片特产黑鲁的盐井 但是邦会再如何弃粗 也不敢贸然投入盐业这一前期投资巨大的颅海 让他们自己去自贡摸瞎子 自然是不乐意 于是他们一边观望 一边付出小额投资 在深海井凿城的背后 就有闪邦的助力 此间 深海井一朝凿城 简直吹响了盐厂乡地层深处进军的号角 各地延伸商甲和商股蜂拥而至 大笔银钱的投入 使得超过深米的盐井逐步出现 在城井较多 产鲁丰富的地区开设井造往往容易成功 深海井周围很快就开凿了一个个看榜样的盐井 仅距深海井1.2平方千米的地方 就先后钻井198口 即平均6060平方米就有一眼盐井 而除了黄鲁和黑鲁这两种液态盐之外 藏在地下的井盐还有一种存在形态 即固体的盐矿石 这种固态盐矿的开采方式比提及卤水多一道工序 即需要先加水 将盐矿石融化成液体 然后再提取盐矿石产出的盐一般为大颗粒盐 自贡本地人很喜欢用这种盐制作泡菜 深海井凿城后 井盐不仅能够充分供应巴蜀地区的需要 而且远销至贵州76个县 湖北40个县 湖南6个县 云南6个县 形成了巴蜀井沿广阔的市场体系 1855年 在深海井西部附近 一口天然气井正在开凿 当井深钻至1000米 进入到加三段主气层时 井内的天然气突然喷出地面 腾空而起 宛若火山爆发一般 火蛇高出地面几十米 这口天然气井后被命名为魔子井 初期日货天然气可得100万立方米 是我国近代高产的大型气井 此后更被赞为古今第一火井 现代化之后 得天独厚的环境令四川自贡被誉为中国研都 了解更多历史相关小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